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Ada 2024年前三個月 中國各大證券公司 集中出現高層離職潮 和普遍減薪財源 行業龍頭老大 中信證券薪酬減幅最大 光大等證券商高層紛紛辭職 中金公司的金嶺高層 年薪由過去的千萬 減到薪酬平均低於300萬 有分析認為 中國經濟衰退 已經進入蕭條旗 出現金融企業高層 密集離職極不尋常 截至2月21日 A股證券行業 有22家券商發表47條人事變動公告 辭職的人當中 有合規總監、首席風險官、董事會成員和總經理等 在2023年 有超過30家券商的這些職位都發生了變動 中國44家上市公司之中 22家的2023年年度報告顯示 22家上市券商 總共在2023年 達到經濟業務證收入751億2百萬 和去年同期比較 下跌12.32% 出現證券行業連續第二年 盈利能力減弱的情況 其中證券一哥中信的經濟業務證收入102億2千3百萬 為居第一 比去年同期下跌8.47% 國泰軍安國際 達到67億9千萬的經濟業務證收入 名列第二 和去年同期比較下跌11.16% 在營收淨利潤下跌的同時 已經披露聯報的多家上市券商 開始湧現減薪財源 4月3日 國泰軍安深圳分公司 一位一線員工向本台表示 減薪財源是真的 原本基金交易得多 手續費多 員工的收入就高 現在一線營業部門 因為營收減少 待遇就差很多 而公司總部的待遇相對穩定 在1995年成立的中金公司 全名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 是中國最大的投資銀行之一 業務涵蓋股票 招股權投資和財富管理等 在過去金中的金嶺高層 可以獲得年薪千萬的報酬 而現在下降明顯 目前薪酬都低於300萬 員工人均年薪是70萬4千 和去年同期比較 縮水接近12萬 在22間券商之中減幅最大 3月26日 中信證券公司發表的 2023年年度業績報告顯示 公司連續兩年營收和淨利潤都下滑 似乎給高級管理人員的稅前報酬總額 總共9,463萬0600 比去年同期減少大約9.04% 早前的2023年6月 中信證券總部就對投行業務總市經理以下員工的固定薪酬 進行下調 部分員工下調金額在6,000至1萬元不等 中信證券的投行部門近期進行人事調整 一位知情人士向媒體披露 兩三年前IPO進行同儲備的項目數量多時 加深擴招搶人 在現時的投資環境下顯得人員過性 今次調整 約有100人轉為債權 小部分人轉為拼購 還有一小部分人去做投資 3月25日 深圳市屬國有控股企業 萬和證券發公告說 從業超過20年的公司總裁楊琦 因為個人原因辭職 就在楊琦歷職前 2023年10月 萬和證券曾被證監會處罰 原因是存在愈發業職激勵等過度激勵行為 2024年1月 萬和證券被追責 原因是它保證的永吉股份可轉債項目 發行人證券發行上市當年 營業利潤比上一年下滑52%以上 3月12日光大證券公告 因為工作調整原因 公司業務總監李炳濤提出辭職 李炳濤之前曾任光大新鴻基行政總裁 他是繼2022年底退休的原業務總監董捷 今年1月辭職的原業務總監梁順梁之後 有一名辭職的業務總監 2月初華林證券前任合規總監 首席風險官執政會委員張大威提出辭職 張大威辭職的前幾天 華林證券因為私募資產管理業務 存在違規問題 收到西藏證監局的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 2月1日 東興證券公司擔任了5年總經理職務的張濤 因為個人原因提出辭職 值得注意的是 1月17日天鋒證券有9名董事 包括獨立董事集體離職 其中包括任職長達12年的前董事長余呂 另外1月至3月 東海證券員董事長前進文 月開證券總裁黃寶石 財達證券董事長澤建強 都說因為年齡原因辭職 民生證券改任顧委為新任公司董事長 在中國股市連續三年下跌 金融面臨嚴進行勢底下 吳清2月7日被任命為新的中共證監會主席 吳清多次召開會議 提出要嚴查幾百間預計IPO的企業 甚至倒查已經上市企業 整頓財務造假 外界普遍認為 這是當局上席吳清的手 挽回股民對中國股市已經失去的信心 但仍然是治標不治本 曾任職上海證券公司的資深分析師 張成黎今年2月曾向本台透露 中國國內的證券公司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借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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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台表示 任何大企業高層 都會有因為各種原因離職 或跳槽的情況 但如果密集出現 肯定是不尋常的事 借田說 這些高級管理人員 對公司的底細 真正的營運方式 營利狀態 以及潛在的危險 療餘指掌 這些人或已經知道 大船將會沉沒 危險已經到 紛紛棄船逃生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 一是中共值清理證券行業腐敗 想將它整頓成為中共想要的樣子 所以不斷抓人 從前幾年開始 證券業落馬的官員就非常多 所以現在很多證券業的官員 高層索性就離職 這樣想要再回以前的那些舊張 相對就比較困難 第二個原因是股市低迷 比前幾年下跌很多 到現在為止 經濟的基本面 都支持不了股市的上升 都是通過人為衝中 才能令股市有一些上升 而經濟並沒有變好 遲早還是跌下去 所以在這樣一個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 這些高層 正圈業從業者 肯定也沒有錢賺 尤其是現在對IPO 相對封殺得比較緊 因為中共方面 也不希望太多公司上市再去圈錢 幾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 就造成股市的那些高層紛紛離職 以上節目內容 是取材至本台專題報記者 淘沙 的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 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各位朋友 請記得按讚 請記得按讚 訂閱和按鈴鐺 按鈴鐺 都要請人 chakra vi 請 感谢观看